各位粉絲大家好,可以揪揪一下翁的經驗嗎? 以後的影片也可以幫我按讚分享囉 多多支持一下,那我們今天開始囉 四二華海鮮丼飯糰五十九塊 草莓大福三十五塊 就是抹茶拿給三十五塊 就是咖哩雞排烏龍會麵九十九塊 八倍歐姆蛋蛋包飯一百零九塊 大家好,我是楓,那麼今天吃過去呢 是粉絲們敲碗推薦的就是要我開箱這個 Joman的Seven全品項 但是我有兩樣商品沒有買到 跑了好幾家Seven都賣完了 有兩款商品我沒有買到 一個玉飯糰的另外一個口味 跟一個照燒雞的三明治 我沒有買到那兩樣 就是找了好幾家Seven都沒賣了 那就放棄了 那就吃看看這其他的商品 到底有什麼好吃的呢 當然網路上很熱意啊 就是有些人在po說 因為我還沒吃之前就一頓風去吃 風去開箱 那不然各大論壇啊 各個的社群網站都在討論 然後有人說這個價錢不值得 裡面的那個食材啊 跟口味啊都不成正比 然後有計算說到底它的這個 裡面加的食材啊 跟蛋類啊有沒有到達 它規定的數量 好像九妹昨天也有拍影片是說 因為我昨天才看到的 他的影片有上傳在講說 他對網友對他的這個產品 Seven推出了 這個九妹的產品 到底有什麼好不好吃的啊 或是有沒有一些改進的地方啊 他就在拍影片跟大家討論 跟大家講解喔 那就跟大家來吃吃看 我買的這個九妹商品有哪些呢 這麼一大袋 這麼一大袋 好 那就來吃吃看啊 好 那我們先吃熱食喔 先吃這個歐姆蛋蛋包拌 先把它的保鮮膜拆掉 它熱的時候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那個保鮮膜直接被壓下去了 那這款也是特別貴喔 裡面的全品項商品特別貴 109塊 好 邊緣貼心的有附筷子跟湯匙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裡面到底是有哪些東西呢 而且好像網路上在說 它的蛋量沒有到達4顆蛋 因為九妹自己說這裡面有加4顆蛋 可是那個新聞上面跟網友上面算出來的 它上面的營養指示喔 都沒有到達4顆蛋 這本怎麼必而不談都是騙人的 但我覺得好吃最重要啦 蛋量如果你覺得蛋太貴 不加多一點蛋也沒關係啦 至少你的東西好吃 不覺得說你在偷空檢量喔 但如果你真的要4顆蛋的話 你要照實說喔 大概是這樣打開來都滿滿的番茄味喔 好重喔 蛋香蠻香的 好 來吃吃看 它這湯湯水水的要小心一點喔 等下撒翻了怎麼辦 它這滿滿的番茄醬耶 這個是蛋包飯 它蛋滿厚的喔 它有蛋皮 裡面有蛋液 有蛋汁喔 它這個蛋包飯確實 跟外面一般乾式的蛋包飯喔 因為我說乾式是因為它就是 都用炒飯類型的嘛 炒飯炒好之後再包一層蛋 然後再淋那個番茄醬 外面是這樣賣的 它沒有這樣湯式的 但它這個是 整個都是番茄醬湯 然後番茄醬湯再加這個 有點像會飯的感覺 它這個蛋呢 也比外面的一般的厚一點 而且比較軟嫩 如果是外面的話 有些會比較乾 比較恰 它這個蛋皮比較硬一點 有好有壞啦 但是如果喜歡這種 會飯類型的 大家可以推薦這個 歐姆蛋蛋包飯喔 我覺得還不錯啦 蠻好吃的 但這個番茄味道 吃久的可能會膩口喔 因為它這個味道 番茄味太重了 所以吃起來我肚子滿滿的 都是番茄味會有點 怎麼講 我自己個人會覺得有點反胃啦 如果吃久的話不耐吃啦 但它這個蛋是蠻軟嫩的 還蠻好吃的 雖然有點貴啦 因為這一款 我覺得賣七八十塊 我覺得就OK了 買到一百零九塊 我覺得有點貴 沒有到非常難吃啦 也沒有到非常好吃啦 非接受的味道 如果你是喜歡番茄口味的話 一定要來吃吃看喔 來嘗試一下 可是我覺得它蠻神奇的是 它的炒飯裡面 還粒粒分明耶 而且是乾式的喔 不會像說這個 歐姆蛋外面 加了這些醬料之後 這些蘸茄醬 會比較濕喔 它裡面是乾的耶 而且是炒飯裡面還加火腿耶 我覺得還不錯 你們吃一看 火腿耶 這是蠻真材實料的喔 酒麵的就是啊 蛋薄飯 下一款是 咖哩雞排烏龍會麵 這一款 媽媽都還打開了 要不然它的咖哩醬 會滴出來 滴到我手上了 好就加入啦 它的分量沒有很多喔 然後它的雞排呢 就這麼小塊 可是很厚 蠻厚的啦 超級小 這個要賣到九十九塊 我覺得有點貴啊 好 吃一口這個雞排看看 嗯 它這也有煙熏過 這雞排 然後是照燒口味 還蠻大嫩的耶 它雞肉有點像那種 雞腿都有那種滑嫩口感 然後麵的部分 我們吃一口看看 它麵呢 已經先黏住了喔 所以要來啦 跟這個咖哩搅拌一下 它這個烏龍麵看起來有點黏喔 有點爛 介於糊跟那個爛的中間喔 它這烏龍麵 是算有嚼勁的喔 但是它的麵體是比較細的 不是那種粗的 因為有些像烏龍麵啊 它是粗粗的 它這是比較細長的 反正就是個人見仁見智嘛 大家如果覺得它的商品不錯吃 就會覺得好吃 啊你支持這個網紅你就會喜歡喔 因為其實九八妹的影片我也蠻常看的喔 尤其是它的就是要對決 還有它的就是要買房一大堆喔 就是要開箱 我有時候也會看喔 手機評測啊 電腦評測啊 電腦改裝啊等等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咖哩醬 可能吃久會膩喔 因為我現在就開始有點不太舒服了 胃有點不太舒服 因為它這個咖哩醬實在是 味道太重了 所以吃起來會 久了會膩喔 有點辛辣的口味喔 加上南洋香料喔 但我覺得整體上來講是還算不錯的喔 評價算還可以啦 還有人把它的咖哩烏龍麵換成什麼 把它的那個照片換成了 筒神的照片 大家有沒有看到筒神的照片 哇太扯了吧 還怕筒神呢 你怎樣 然後九妹跟筒神對打 喔PKPKPK 我筒神賣的比較好 還是九妹賣的比較好 大家來讚 大家底下來留言 我不是九妹粉 但是我喜歡看九妹的影片 接著來吃一下這個 奢華海鮮丼飯飯糰 它這個飯糰要賣59塊 特別的貴啊 我也是覺得真的很貴 因為以前吃御飯糰 我記得這個價格好像只有25塊 最便宜的 好像還有15塊的 15塊是那個鮪魚的 他們說要這個袋子 要往它的臉下面撕 大家來我們來撕九妹的臉 撕他的臉 哇 被我撕一半了 哈哈 九妹 你殘忍嗎 你忍心嗎 賣那麼貴 你忍心嗎 還敢跟我說 你要越賣越貴 我很不會撕這個濾飯 我要來吃吃看哦 哇 我這一個料也太多了吧 好多魚卵哦 哇 好多魚卵哦 好我來看一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料 有月光米 干貝 蝦 蛋 還有柴魚 還有鮭魚卵 因為有甲克類的哦 有螃蟹哦 哦 這個這款還不錯啊 只是說這個59塊 非常的貴 不切實際 對於海鮮這種生食類的 沒有太喜歡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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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那抹茶的味道 那颜色 十个人不排斥抹茶啦 但是有些抹茶蛮苦的 苦到我真的是吃不下去 但是如果有点回甘 这些都是请Seven的代工厂 来做的这些饮料啊 生食啊等等的 好喝喝看 它这感觉真的是蛮像粉泡出来的 但是它的这个抹茶味道蛮苦的 苦甜苦甜的这样子 有它那个抹茶的原始味道 我觉得做的还蛮真的啦 这款就是当我的等一下的 下午茶啦 那最后来吃一个甜点 我之前也有吃过 那就跟大家吃吃看 这个甜点就是草莓大福 我之前在高雄的Seven也有吃一个 当早餐了 我觉得这个大福啊 个人是觉得满满的化学味 但我今天还是要吃嘛 有点不太想吃 因为它这个大福 真的吃起来草莓味是蛮化学的 然后它这边有搭配了 这么的CD咖啡 现存茶哦 组合价是69元哦 所以如果你搭配那个CD咖啡的茶类哦 就可以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也是要69块啊 非常的贵 早餐的东西没有平衡的好不好 好啦我还是吃一下 它这里面有写说它有香草卡士达跟鲜果草莓酱 以及果莓Q豆 里面有像果豆的东西 上次吃起来 比麻糬再烂一点哦 这种口感实在是我不太喜欢的 一吃到就是这个粉啊 跟这个草莓酱的味道 这草莓味 好化学哦 你有没有喝过那个感冒药水 感冒药水不是有草莓口味的 就是那个味道 大家知道吧 是那个味道 哦吃不下去 这个不推荐 这个一定不要买 不要买 我推荐大家不要买 不要买一买 你就去把它吃完 要不然就不要吃 把它嘟到垃圾桶 吃一口你会觉得很恶心 很像在吃药水 我就不再多说了 酒妹的商品就是 因为以它一个网红来讲啊 大家如果喜欢它的那个影片的话 就去支持它的频道啊 买它的会员 这种网红这种商品 你们就常常看吃吃看就好了 都不会觉得好吃的啦 像之前那个Toys不是开饮料店吗 陈之汉嘛 对不对 那个饮料茶 排的大排长龙啊 我觉得那也是噱头啦 就冲着它的网路人气很夯 冲着它是网红 大家都去买 其实真的商品都不好喝 而且它那个饮料可能都是廉价的饮料 就是回冲再回冲 就是拿一些比较低成本的这个香料啊 配一配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根本啊 做生意要老实 要用真材食料 要用好的料 你卖贵没关系 但是你用的是真材食料好的 自己熬的 自己弄的 那个才叫做真正的饮料店 你随便标榜 哦哦 我这个是现炸的一些那个好的饮料 可是都是浓缩的 都是什么香精香料 而且卖便宜 减成本 然后卖鸡给大家回馈 那不是真的 那不是好的 就算再便宜 我也不敢喝啊 有些佛心恋家就是真的卖便宜 而且又是真材食料 那个就是真的很棒的老板 好 那猪球妹呢 这个全系列商品大卖成功好吗 网路上已经引起热议了 这个我就不再讨论了哦 那大家如果想要尝新的话 可以赶快去这边买 好像快要结束了 在这个商品 那如果喜欢我的吃过去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